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做出来的花线和肉质鲜嫩浓满了 原汁原味也特别的好吃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秒飞食物 我是飞哥 今天去买了一些花蟹 今天晚上给小孩做点海鲜来吃 刚才在那里还是很活跃的 到家里面现在就基本上不那么活跃了 我们得赶紧把它宰杀了 要不然的话就不够新鲜了 这花蟹还是有点贵 一只差不多30块钱 在杀花蟹的时候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从肚子这里把它掰开 它一感觉到疼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有点冻 就是它没有那么活跃而已 这一只好黄还是蛮多的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线筛给它去掉就可以了 所有脏的地方就在塞这个位置 把塞处理干净就可以了 这个塞还是蛮脏的 所有的泥巴什么之类的都在这里 把这个壳也稍微给它冻一下 把这个壳也稍微给它冻一下 这个壳上面也都是黄哦 不要丢了 接着我们把钳筛给它拍一下 拍裂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它砍开 接下来把它砍开 一只蟹把它分成四块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给它上一些生粉 给它拍上一些淀粉 这样做的目的呢 能够锁住肉里面的水分 就是肉面上一下就可以了 两面沾上就可以了 我们准备一些去皮的姜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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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做出来的花线和肉汁鲜嫩饱满 原汁原味也特别的好吃 非常的鲜 非常的鲜 鲜嫩多汁 非常好吃这个花蟹 难怪一汁就要30块钱 小孩子的小呢 就是经常给它补一些营养 像这种花蟹呢 营养非常的丰富哦 蛋白质非常非常的丰富 这里四只螃蟹都不够我两个牛吃的 非常的好吃 如果大家喜欢 那可以试一下 本期视频呢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